曾经有一个小国到古代的中国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小金人 小的完全是黄金的金碧辉煌 哎呀这个时候老皇帝乐坏了 可小国出了点难题 请问皇上陛下请您告知三个小金人哪个最有价值呢 皇帝一听那怎么办呢 找人来人呐工匠伺候工匠上来了 成分量黄金工艺一模一样 这么一个皇上也不能不可能这个这个这个不能不懂啊 所以他就请来了大禅师 禅师胸有成竹拿着三根硬稻草 一根插进了金人的耳朵 稻草从另一只耳朵出来 第二根从小金人的耳朵插进从嘴巴里掉出来 第三根从耳朵里插进去掉进了这个金像金人的肚子里 什么声音都没有 禅师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 小国的使者点头称是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最有价值不一定是最能能说会变的人 两只耳朵一个嘴巴 让我们多听少说 如果你能够善于倾听别人 你就是修行人最懂得最有修养的基本素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